记者胡琪丽台北报道,泡面面体添加很多防腐剂,吃多了会变木乃伊,泡面里面的添加物会导致秃头,现代人工作,课业忙碌,许多人会选择以泡面裹副,虽然吃多确实不健康,不过网络上关于泡面的说法众说纷纭,究竟是真的或者是谣言呢? 依法规定泡面面体不能加防腐剂 关于泡面添加防腐剂一说,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营养士膳食营养组组长林玉如指出,很久以前可能真的是这样,现在食品加工技术进步很多,不用担心泡面面体添加防腐剂的问题 况且,根据目前胃腐部食药素对食品添加物的规定,泡面面体不能添加防腐剂,并明确规定厂商,必须于包装上表明添加物,酱料包上如有防腐剂也得清楚写明 林玉如说明,许多泡面会以脱水技术增加保存期限,例如高温油炸机会降低水分含量,减缓食物腐败,或是透过蒸猪来达到杀菌效果 不过,它特别提醒高温油炸处理的面条,虽然不会碰到成为木乃伊的窘境,但必须注意其含油量往往偏高,吃多了可能会出现肥胖问题 目前无报告组成,肝脏需花32天才能解泡面滴毒 网络所流传解读时间无论是30天还是32天,其实目前街上未有很强力的科学研究报告组成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 范俊为说,食物进入体内后肠道如动弱数正常状态,通常隔天就可从粪便排出 至于肝脏解毒,物质从肠道吸收后会先经过肝脏可以处理的 其实马上就会处理,不太可能拖到32天这么久 若肝脏不能处理,才会累积于体内 虽然可暂时排除32天解毒疑虑 淋浴如补充,人不建议常吃泡面,因为泡面本身不具有足够营养 且其调味料往往高盐、高油、高热量、相当重口味 若偶尔嘴馋想吃,建议将调味包减凉 并加入蔬菜、鸡蛋、肉类等让营养均衡 吃泡面引起秃头关联性很低 泡面低众多流言飞语中还有一项指控是会导致秃头 对此,范俊为认为一般而言 秃头跟人工添加物相关性比较低 大部分掉发与内分泌压力大有关 此外,秃头还与环境中暴露的毒素有关 例如拱中毒等,无论是哪一种,皆跟泡面引起的关联性较低 林玉如则说,目前没有看过这样的研究 一般来说铺头有诸多因素 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,泡面与铺头的关联 较有可能与蛋白质摄取不足造成的落法现象有关 泡面低营养非常不均衡 容易造成蛋白质摄取不足产生落法、指甲脱落等症状 生活着报一分之四当其重点